本届香港特首选举,民主派选委表明将会投票给形象教委开明的钱财政司长曾俊华 虽然选前也有消息传出称,部分来自商界的选委将会支持曾俊华 但是最终结果仍然是零重余额当选 被视作预算运动灵魂任务的黄之锋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次选举结果已经表明,本地商界在中共威逼利诱下会顺应中共的意愿 林郑当选意料之内,因为中共从来有能力控制超过600票的选票 投给一个亲共产党责任的候选人 而今天的结果也证明就是期望本地的商界和民主派 去推一个建制的候选人想成为特首 这件事根据选举结果论似乎未如人意 这也都反映了本地商界在红色资本的入侵或者要进入大陆市场之下 最后其实他们都会顺应中共民意而不是顺应香港民意 所以未来争取民主 靠的其实都未必再是说 希望将所有希望摆下来本地商界 靠的其实应该都是继续有街头抗争 他又说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7月1号当天南下香港 任命林郑月娥为下任特首 他认为那个时候是组织大型抗争活动的契机 根据香港的特首选举办法 特首要由1200名来自各个界别的选委选出 而民主派选委在当中只占少数 其他界别都为商界及建制派代表 自由亚洲电台特议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